大家好,今天是15号 正常巡检消防泵房 我们是每半个月都要对泵房的电机进行一次巡检 但是今天在正常巡检的时候 发现巡检到第三号泵的时候 爆变频故障 于是我们用手动启动了一下 结果配电视的总空开跳开 三号泵是北边的中间这一台 为消火酸供水的 我们转动它的风力这部分 发现转动很灵活 于是我们拆开了电机的接线盒 用万用表测量 绕阻端已经和地线短路了 为了进一步确认是不是电机的故障 我们把线都给它拆开 然后分别测量三个绕阻和地线的一个电阻的关系 这是微向和电机的外壳之间的电阻是一兆多 然后我们测量这个U向 U向对D的电阻是200多欧米 很显然这个大电机已经烧毁了 我们测量W向 W向也是200多欧米 U向和W向对D的电阻都是200多欧米 我们测量一下U向和W向之间的电阻 也就是说这两向的绝缘电阻 我们看一下 这是U向和W向的绝缘电阻 正常情况下 向间的绝缘是无穷大的 我们看一下这两向之间是7点多欧米的一个组织 说明它两向已经相连了 向间短路然后对外壳短路 说明里面的绕组已经烧毁了 这是一个90千瓦的电机 光缠这个电机的话也得3000多块钱 不知不觉的几千块钱就打了水漂 承转Da